无生无灭 事物本质 要明白 无生无灭的佛理 很多人不懂 他们问师父 人不是有生有灭吗 怎么又变成了 无生无灭 有生是什么 我今天生出来了 有灭是什么 我以后总有一天会死去 今天我造了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 总有一天会坏掉 我今天做了某一件事情 这个事情 总有一天会结束 只要你有有 就一定会变成无 这是很自然的道理 今天我们学佛人 有这个境界了 你也有一天 可能会没有 这全部都是很正常的 今天你到了人间 你一定会有 离开人间的一天 今天你结婚了 你一定会有 离开你最心爱的人的一天 只是离开的方式不同 有的人是离婚 有的人是 比自己的伴侣 过世的早 所以离开这两个字 就是离开了 你自己认为应该在人间得到的东西 一个人刚开始学佛的时候 要懂得有生有灭 但是修炼到一定的时候 就不能再认为自己有生有灭 因为你的境界已经提高了 你知道自己生出来 就会有死的一天 人生只是一个短暂的旅程 因为你今天生出来了 死是自然的 实际上 你下辈子又会再投胎 你还会在六道当中轮回 所以你会死吗 不会死 你只不过是 换了一个人的名字 换了一个性别而已 你下辈子还会继续在人间活着 学佛学到后来 如果看破了物质的原形 那么你就知道了 这个宇宙的真理 那就是无生无灭 师父讲得很深了 无生无灭就是 在有生有灭的基础上 对一个事物本质的理解程度 举个简单的例子 有些妈妈很聪明 他们把孩子生出来后 知道孩子长大了 总有一天会离开自己的 所以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 他们在孩子身上 灌输自己的一种智慧 理念 让孩子懂得 以后怎么样在人间生活 不要吃亏 把他们抚养到一定的时候 就让他们自己去发展 还有一些母亲 他们认为孩子永远是自己的私有财产 这个就是因为 他们没有看到这个事物的本质 一个小孩子长大了 你以为他永远会在你的身边 你就是不会看事物的本质 你今天把这个孩子生出来了 你认为这个灭是什么 实际上灭就是离开的意思 你跟孩子的感情会远离的 你跟他的关系最后一定会结束 任何一种违背自然规律的做法 都是属于不随缘 在澳大利亚 孩子长到16岁 爸爸妈妈会把他赶出去 就像一个小动物长大了 爸爸妈妈会说 你去自由翱翔吧 道理都是一样的 所以要懂得这些事物的本质 例如 孩子不带父母去旅游 有些父母会说 今天你不让我去旅游 我看看地图就可以 我看看风景画就可以 我知道要随缘 我不去旅游也无所谓 其实我们在人间 就这么一点时间 随缘就会平安吉祥 一个人要懂得 无生无灭的佛理 就是说 我是不会灭掉的 因为我的下半生 我永远的思想 灵魂还在 我永远会在六道里轮回 一个人自杀了 只不过是 他在这个地球 在这个人间的旅程 告一个段落 就像你现在 到澳洲来了 你在祖籍国的房子 门关起来了 没有人住了 结束了吗 结束了 但是 你又没有结束 你的人在这里 等你过完了这一段时间 你不是又回去了吗 你回去了 那房子 不是还是你的吗 懂得这些道理之后 就会懂得 随缘而生 你就会生出 大智慧心 一个人 如果肯随缘而做 任何事情 他就会生出 大智慧心 随缘而生 就是随着这个缘分 去做 比方说 大家都让自己的孩子 读大学 你也要让自己的孩子 读大学 大家都是这么做的 你不做 你就是不随缘 你可能是没有智慧 再比方说 这个爸爸很爱孩子 孩子长大了 要离开家了 爸爸说 孩子 你不能离开我 你要照顾我 爸爸这样说 就是违背了缘分 接下来 他就会得到一种 不好的缘分 就是说 你去做了 你不该做的这个事情 接下来 你就会得到一种 反作用力 孩子会和你翻脸 随缘的人 做人做事 就要懂得 正能量的作用力 我培养了你们 就是要让你们懂得 在人间 不管发生什么事 都是因果 没有什么理由的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 来也空空 去也空空 都是因果缘分 有什么道理可以讲的 今天我在人间碰到困难 我没有理由可以讲 这是我的因果 今天我碰到了好的事情 那也是我的因果 这就叫道理 所以学佛人 不应该有太多的解释 你们可以解释 但是说明境界还很差 夫妻吵架 最后闹到法庭上 谁帮谁去解释 两个人都为家庭付出太多了 法官说谁对谁错 两个人都对 两个人都错 因为这是因果 师父跟你们讲的佛法 和现实生活 都是紧密联系的 我们人没有智慧 就是因为不随缘 想想看 很多人就是喜欢 跟人家宁着干 很多人就是想不通 你不随缘 你就没有智慧 为什么 你不随缘 大家都不喜欢你 你就离开了大家 离开了大家 你就是没有智慧 因为你一离开大家 大家更会说你不好 那你是不是没有智慧 现在的人都知道 谁在现场 别人就不会讲他坏话 在公司里 在工厂里 都是这样的 你人在场 大家就不会讲你不好 当然 我们撇开 个人本身 做人的修为不说 师父告诉你们 大慈悲心 才是你永恒的喜悦 如果你想得到 永恒的幸福喜悦 你必须要有 大慈悲心 为什么人会不开心 就是因为慈悲不够 你今天想不通 他为什么会对我这样 因为你没有慈悲心 如果你今天有大慈悲心 你会想到 他为什么对我这样 可能上辈子 我对他真的很不好 欠了他很多 然而本身这件事情 我也有错 所以他一直对我耿耿于怀 对我不好 我真的要忏悔 自己做错的事情 这样一想 你自己心里就会舒服 否则 你会想不通 我对他这么好 为什么他对我这么不好 他是人不是人 好了 你生气了 你的嗔恨心又起了 在单位里 你做的事情多 人家做的少 如果你的慈悲心不够 你就会嫉妒人家 为什么他做这么少 也拿这么多的工资 如果一个人 拥有足够的慈悲心 在单位里 别人有意的 让他多做 他就多做 他觉得 大家都很辛苦 有些人 家里孩子多 他的孩子少 他不要花很多钱 多做事情 不会累死的 他就埋头做事情 不讲话 最后 被大家选上 当了经理 这样的人 失去了什么吗 他不单 没有失去 反而得到了 这就叫 学佛的智慧 智慧 就是这么来的 有时候 我们不要因为 失去了一点 个人的私利 而斤斤计较 实际上 当你拥有了大智慧 你会得到 更多的东西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